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板块 工作高手 想要飞翔是人类的梦想 能够拥有一个 在着自己飞翔的大玩具 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今天他来了 掌声有请 这架飞机的制作人 掌声有请 嗨 大家好 你好 董老师好 各位亲爱的家好 大家好 我是赵德丽 我还有个标签 是中国飞行摩托第一人 谢谢大家 这个飞行第一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飞行摩托 就骑在上面飞的 你为什么想着发明这个呢 这还是源自于 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我们家是住在 湖南的洞庭湖区 小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 撒农药的那种飞行飞机 那会儿才五六岁吧 就盯着天上去看 这个人能不能看得见 就想着他飞低一点 能够看到飞机上的人 小时候就心中有一种飞行的梦想 那我们家庭条件又不好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考飞行员 我高中才读了一年 然后就去广东打工 打过什么工呢 那都多了 工厂做流水线的工人 保安 然后卖保险的 房地产经济 基本上都干过 我老妈 她说你这过得挺不好的 你要不做点生意 就开了一个小饭馆 就一年有个二三十万的那种金利润 有一次礼拜天 我出去溜了一串 看到有一群人在玩航模 在玩航模 这下就把我这个儿子的梦想勾起来了 这就是我想的东西 因为她在玩那个直升机在空中 做一些花式的动作 我觉得太刺激了 在网上就买了一架航模回来了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这样 天天要研究它 把它搞懂 后来我就成立了一家无人机公司 哪来的钱呢 就开馆子的钱 往爱好去靠拢了 结果做这个小无人机 直接被同行干败了 干败了之后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然后到了2016年 我就想 我还要不要追求我的爱好 我就想跟我老婆回去商量 那个时候我们的状态 公司都已经被我整倒了 他心里想 你这应该只是说一说 他说行 那你搞吧 你老婆挺支持你的 对 他这么一说 我就心里想 这可以 因为我在想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飞行行业了 我再转行可能也挺难的 再说不是我的爱好 那我就还是想 做一个载人飞行器 我整整研发了两年的时间 这个飞行摩托 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 这两年是非常黑暗的人生 你看不到前面是万丈深渊 还是光面大道 因为一条道走到黑夜 我就这样想 我老婆她也就陪着你 她老公既然这是你的爱好 那你坚持走下去吧 甚至把我们在广东的一栋 房子都卖了 来支持我这个疯狂的梦想 那个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 到了2018年的6月26号那一天 战人飞行成功了 花了多少钱总共 飞行摩托总共花了 差不多500多万吧 500多万 你为什么不拉点投资呢 不是不拉投资 因为我们这种事情 我又不是那个清华北大 也不是斯坦福留学回来的 对吧 没人看好 对 她没人看好 她不相信你能把这些东西做得起来 你如果这个时候跟天使人 天使投资人去拿一个PPT去讲梦想 人家会说你是疯子 对 而且你本来就是 大哥可能融资确实很困难 因为首先你看你学历也不是很高 你又没有以前做过产品的经历 所以很难让投资人相信你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你是如何做到把产品研发出来呢 你克服那么多困难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 就是不被人理解 作为的朋友也好 以前认识的人也好 他们都觉得这个人是个疯子 这两年是夜以继日吗 对 夜以继日 24小时 差不多就是困难就休息会 我一个小的一个工作间里面 就天天就这样倒腾 在这两年当中最困难的到底是什么 最困难的 第一 经济上比较拮据 老婆把房子卖了之后 我留了一点钱给她 我再也不想 不敢问她要这个钱了 因为再要钱 我们家就要淡推了 那个时候我在 我在跟我做 比如说做螺旋桨的工厂 老板就跟她商量 我说 哥们你能不能帮我做螺旋桨 她说你这个又没有量 我怎么跟你做 我还得开磨 我就给她 我就跟她造梦 就磨嘴皮子 对 就每一个都要去找他们 没尊严 对 就是没有尊严 对吧 还有什么 再就是风险 风险 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测试 因为我前面测试飞行的时候 遥控飞 我扔不上去 飞的它都差不多稳定了 我要负重飞 跟我扔重量的东西 又飞了一千多次 已经非常稳定 因为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 我摔机摔到 摔到我推那个油门的时候 遥控器推油门的时候 手都发抖了 因为觉得再摔下去 我就 我就要破产了 又要破产了 这涂的是什么呢 涂的是将来要赚钱 还是只是想飞上天 我就是要飞上去 飞上去 我当时一个想法就是 我想骑着它飞黄河 后来 飞了一千五百多次 摔机摔了四五十次 好 已经很稳了 我人要不要上去试一试 你自己第一次试的时候 怕不怕 对 非常的恐惧 我下决心 整整下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 决心下了我上去 你不怕死啊 万一失败了呢 你让你助手上去呗 不敢 因为我 我要对它负责任 我自己 我知道我怎么把控它 我就飞上去了 飞了一个八米高 八米高 缓缓地上去 非常稳 怕不怕 当时没有怕 我想的就是 如何让它下来 晚上 对 晚上 我就想的 如何让它下来 我下不来呀 切一个自动降落 下来了 我做一个胜利的手势 那种感觉就是像鸟儿一样 很自由 很通透的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 我就只有在飞行过程中 那种享受 没有怕 你为什么挑一个晚上呢 不是挑晚上 我下决心下到晚上 我得要上去了 前面我已经下决心 下了两个月下不了 那你想没想过 万一真的是摔下来 你可能真的半生不随了 对 你有孩子吗 想过吗 有 有 有 因为作为一个 这种 我就纵观了全世界 所有的飞行器的 诞生的飞行器 到今天我们做的 民航客机 都是有这一部分人 他有一种使命感 我就是要这样干 他才会有我们今天 这么稳定的飞行器 在那一刻 除了对于自信技术的自信之外 也有点赌命 也有点盲目自信 这是肯定的 没有这点 谁敢上去呢 飞的最高 飞的多高 飞的最高是 在太湖上面飞的时候 飞的是150米 一群鸟在周围 因为我们知道飞机是很怕鸟的 鸟一旦是误飞到引擎里面 那飞机是要 危险又故障的 对对对 你这不怕鸟吗 也怕呀 那个 对呀 它围围在你身边 我最开始飞的时候 那一段没鸟 我飞到中头的时候 对呀 一群鸟飞过来 对 你应该害怕呀 他们就 他们上开了 我这将高度 你不有害怕的感觉吗 对呀 它要是来着你的那个 螺旋桨 你咋办 其实那个驾驶员 和那个体验官 它是不同的 体验官 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我也会害怕 因为遇到气流 颠簸的时候 我会害怕 但是你作为一个驾驶员 作为一个机长 你这个时候没有怕 你就想到 如何让他回来 安全地回来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很骄傲 很伟大 那倒不会说 有多伟大 只是觉得 我能够 把这个东西 从一个想法 变成现实 你哭了没有 哭 在飞机上哭 不是 是每一次 有一个突破的时候 我就哭 特别是第一次 飞行成功 加下来 眼泪掉下来 哭啥呢 因为你这两年的 那种黑暗 不被人理解 甚至都没有朋友 完全都没人理解你 我们一直是在 工作里面 在职场里面 理解不了 他们有多辛苦 多心酸 风雨之后 你才能在天空上 看到彩虹啊 熬过来都是好的 谢谢 就想着 自己真的飞起来了 然后把视频 发给我老婆 买了一支白酒 回去庆祝吧 然后我老婆开门 我们一个拥抱 他是老婆 你太不容易了 一个支持自己的妻子 是多么重要 对 他从来都是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很多男人 一点自己都没有 很多男人 就是因为妻子 而半途而废 那他是不是也 偷偷哭啊 应该也是 但是我们看到 我没有看到 但是那次 我们是 都是 出的很大事 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 还是一个感性的人 是一个感性的人 是个感性的人 但是你一定有 你理性的严谨了 这是技术 是理性的 人家俗话说得好 没有感性的理性 不是理性 没有理性的感性 不够感人 想要成功 就要忍受 别人难以理解的寂寞 要理解 别人难以理解的想法 是吧 可以理解啊 所有的男人 都喜欢大玩具 但自己去做 这样一件大玩具 而且冒着无限的风险 这一点坚持 非常之难 这是成功了 我们这样说 要是没成功的时候 没准我们这当中 也有人说他是疯子 对吧 但是无论怎样 我们眼见为师 你们看过这种飞机吗 没有 没有 坐过吗 没有 没有坐过是吧 也没看过他起飞是吧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 在这样的啊 因为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 气浪非常之大 所以观众们要撤离这个现场 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啊 五 四 三 二 起飞 好大风 好刺激啊 好刺激啊 太好玩了 除了发型乱了一点 但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耶 对 所以赵大哥你真的 别人创业都是有勇气 你是用生命在创业 不是我觉得他飞得太稳了 你看轰轰俯冲几下 成为你刚才非常的职业 你尖叫都不忘了拿麦克风尖叫 是不是啊 正常人恐惧的时候 应该会忘了自己在干嘛 我用生命在 尖叫的时候拿麦克风 他尖叫的时候还在找镜头 我觉得做这个玩起来还是很刺激 而且要比那个就是 因为我以前玩的是封闭式的嘛 这个它是敞篷的 就能感觉到那个风啊 然后整个人被吹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好啊 像我这种比较喜欢玩刺激游戏的人 就挺适合的 这草原上你也整过啊 草原上我整过呀 但是那个是密闭的 你的头发不会被吹起来 就不会有那种很刺激的 很疯狂的感觉 我记得不错的话 你刚才说你原来的学历是 对 高中才读了一年 对 高中才读了一年 也就是说 你不怎么懂物理 你也不懂什么鞭长 但是在做这个的两三年的过程当中 你自学了哪些课程 主要就是学习飞控 飞控 对 飞行控制系统 你以你那样的基础 学习来多难呢 因为我们 我们大部分打拼呢 叫事业生活者 这个人是一个梦想实现家 如果是那样的一个学历 然后一切靠自学 挺值得敬佩 我觉得人类也是 正是因为有梦想 才有今天的伟大 在这个梦想 最梦的过程当中呢 肯定会碰到这样 或者那样那些质疑 我只是觉得梦想一定要坚持 哪怕是前面是南墙 你撞穿它 你碰到南墙把它撞穿 有这样的魄力 你才值得拥有梦想 那万一方向错了呢 方向错这个事 我没有想过 我只是觉得 只是成功可能会来得更晚一些 我觉得还是得坚持 如果在坚持的过程当中 家人都反对 以你的经验怎么办 还是得跟家人好好的沟通 因为外面的人可以不在乎 可以不用在乎人家的眼光 但是家人 特别是跟你最亲近 最亲密的人 还是要跟他们 好好的来沟通一下 希望得到他的理解 将来怎么有什么计划 我们未来会把我们在飞行期 首先应用到景区 那肯定是大面积的去推广 因为飞行摩托 我自己体验到它的乐趣了 所以我就是未来想让 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 这款飞行器的乐趣 带来的乐趣和便捷 传统的飞机 我们刚才也讲 它是飞高空的 而我们这个是超低空飞行 我跟我团队 我们有一个理想就是 把人类的脚步 往空中推三米 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不需要飞太高 三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安全 哪怕是我从三米 摔下来好几次了 我那飞行摩托 拍拍屁股我就起来了 而且还不用担心堵车 对 就是 不用担心线号 那个 我们都相信未来的人类 一定是空中交通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 一定是空中交通 那我们现在是提前布局这个领域 也许我们不觉得太早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会等到这个风起来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创业者来说 理性是饭碗 感性是生命 如果没有感性 他当初不敢飞上去 他当初根本就没想 这个东西能挣多少钱 我就是喜欢 当做成了之后 当要普及到 大家都能去感受之后 理性就变成了饭碗 很多情况之下 梦想最初就是因为一个念头 俗话说得好 一念起万水千山 一念灭沧海桑田 有多少人能够为自己一个念头 一直坚持下去 将来怎么样 他根本没有说有太大的期望 他只希望自己能够 把自己的梦想推高三米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 非常的快乐 够了 我们不是来争论创业的 是的 好不好 什么东西多台钱就没意思了 对的 好不好 好 告诉所有的创业者 学一学老赵 如果有哪天你想实现某个梦想 你的家人不同意 不是因为他们太看不起你 或者他们的目光太狭窄 是因为你不值得信任 而老赵做到了 好 谢谢你 好 再见 谢谢你